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回到化妆师美感思维的专题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妆永远是服务于人的 而不是人服务于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妆容 如果说我们化着厚重的底妆 很浓郁的烟熏妆 再加两层假睫毛 再加上大红唇 就是看起来特别满的一个妆容 就很容易看起来老气过时 还有甚至有一些土 那懂得留白这件事情呢 确实是不容易的 就尤其是对于化妆师来说 更应该去做这件事情的学习 一个妆容它是否有高级感 有的时候就是一线之隔 就像我们上一次视频当中分享的 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中庸之道 他所倡导的呢 其实就是说要做到合适的极致 那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困难的 也可以说它是需要很好的被训练的 一个真正好看的有美感的妆容 是会让别人看到你的时候 觉得说你好美 看到的是你这个人 而不是说你好会化妆 现在甚至是很多女孩子 别人看到她的样子 都会觉得你化了妆 而且还不觉得她化的好看 所以说妆容呢 它是服务我们的 它为的是突出这个人 很多女孩子在妆容打扮的时候 会特别容易追随潮流 或者说大家很容易会被自媒体啊 会被网络上的一些信息所影响 被信息轰炸 被信息浸泡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 对于审美的标准会过于一致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时代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比如说大家经常会看到的 什么什么流行的妆容 某某明星的妆容 什么什么口红展蓝色 它就会带起一波一波的潮流 让大家不自觉的去追随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想过的 这个色彩 这个画法是否适合自己 那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些客户 会要求说 哎呀我要画一个泰式妆 我要画一个韩式妆 其实风格 我们现在先不谈 首先作为一个化妆师 你需要做的 就是把你眼前的这个人 变得更像他自己 这个是我在教学当中 给我们很多做化妆师的 同学们的一个最最基础的 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理念上面的一个训练 就是说你能否在做了一个恰当的修饰之后 还能够恰好的凸显这个人的特点和特色 让他在变美的同时更像他自己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原本他在妆前 是属于一个比较平淡的 比较普通的一个外貌特征啊 那么我们在妆后你塑造完了之后 他会变成变说 一下子就能记住是他 或者说哇觉得这个女孩子好特别 会对他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那这个就是作为化妆师 作为造型师 能给一个人带来的一个最好的改变 那所谓的这种流行妆容啊 他其实很有可能 对于我们真正专业化妆师的这个圈子来说啊 在审美方面 他是相违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通常见到的这个特点就是假面 过度的修饰 千篇一律 你看不出谁是谁 真正有美感的妆容呢 首先是要建立在真实和自然的基础上 你去做恰当的修饰 不多不少 而且刚好能够凸显这个人的个人特质 再往后我们才去谈高级感 才去谈妆容风格 这就是为什么说美感和思维 对于一个化妆师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能够决定你是否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面 像我的对化妆师的这个课程的设置啊 最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之一就是洗眼睛 也就是审美的训练 所以如果说你是化妆师 或者你未来想要成为化妆师的话 你一定要做好审美提升 审美积累的功课 请你只去看真正美好的东西 所以我相信化妆它永远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另一个人 哪怕那个人再好 你再去向往 它也不是让我们成为他 而是帮助你找到自己 成为更美版本的自己 它帮助我们做到的呢 这加分是放大 所以大家请记得 妆永远是用来服务人的 而不是人去服务于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我是化妆师Regina 我相信认知和思维可以改变一切 就以后应该改变一切 所以你老大 迫婚人的 特别的 特别的 特别的